所以春假休一天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停课一周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从上上礼拜 那大概重点回顾一下 那基本上每一次上课 我会把它放在论坛里面 你回去可以再看过 那基本上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要应用 一定要熟练 否则的话像 尤其是写VBA跟制定函数部分 那有些地方假设你不太熟练的话 恐怕会有问题 那当然我有讲过 如果说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其实可以再看一下云端 上面还有一些相关的 等于是奖励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来看 那个有关逻辑部分 所以上上礼拜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讲到 那个逻辑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其中一样 把那个就是上个礼拜部分 这个部分把它开起来 那接下来一样 每次开启这个档案 它会出现启用编辑 或者启用聚集 那特别注意 你这个启用聚集的部分 一定要打开 如果你不打开 没有启用的话 那你VBA没办法点 它点下去它会出现这个 如果有同学遇到这种情况 意思就是你没有启用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启用才能用 主要原因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 它会有担心那个趋集病毒 像比较早期 之前有那个趋集病毒的发生 那也就会不断扩 就变成你在档路传给别人 别人的电脑 Office就中毒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记得一定要启用内容之后 才能够执行 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有几个重点 包吻就是说合格不合格 我用if 那当然这个地方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有两重逻辑 也不是true就是false 合格不合格 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多重逻辑 就是假如说 这个不是只有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的话 那当然我这地方的话 就是必须要在那个 如果你用公司来做的话 就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所以第一重一幅是判断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大约等于80是A 反之的话就是BCD 那所以BCD还要再切割 所以接下来就再一个一幅 切割什么 切割是B的部分 然后CD 再来剩下就是不是C 就是D 所以里面总共会需要有三个一幅 我讲过了 其实就是如果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插入一幅之后 再插入一幅 那个方法如果忘记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前一次上课的那个影片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把它转VBA 那转VBA大概会有 我们好像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做了 总共有四个按钮 当然第一个把它清除掉 多一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几种做法 不外乎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什么 把公式直接 就是丢到这个储存格里 那也就是这个公式 只要把它跟VBA结合 那你就可以马上看到结果 所以 其实如果你要学VBA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 那个VBA怎么写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丢公式就对了 反正你就把这个 你做好的公式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基本上就会动 但是可能要注意两个细节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公式本身有双引号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要就要把它改两个 最简单的方法就取代 一个取代成两个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列号 因为它没跑一个 它的下一个 它变成什么 12会变13 13会变14 刚好那个数字跟i是一样的 所以我怎么样 必须把这个二 总共会有三个二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把它丢进去就OK 第一个 这上次讲的 第二个就清楚 第三个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丢公式的方式 而是在VBA里面 做完之后丢结果的话 这地方的话 特别重要 一样跑一个回圈 回圈里面的话 一样就做逻辑判断 那个逻辑判断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写的方式 恐怕各位要慢慢熟悉 因为未来 你会不断不断出现 一个for回圈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七列 那回圈就写在里面 回圈里面写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词 所以我是建议 你可以稍微这样比对一下 有时候程式 要不先把VBA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程式 就是把VBA的画面 把它摆在旁边 因为预设值的开发人员 都没有打开 所以我们把它再打开 V2P这个 它太大了 我习惯是把它放大 然后缩小放在旁边 一边看程式 一边就写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当这个伊兰的资料 大于等于 所以伊兰的资料在这里 如果它这个里面的资料 带过来判断一下 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 那输出合格 反之就输出不合格 所以这样写完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合格不合格 那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多重 输出的话呢 假如说不是丢公式 这个地方你又不要放上去 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丢公式 这个是丢最后的结果 那如果你要写这样 我之前讲过 多重判断 这个满中 因为以后会不断出现 那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复制贴下来 改一下 那改的地方我讲过 第一个呢 你可以把这个分数改80 合格改成A 那B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上面复制贴过来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开头要加一个L L if OK 再就把分数改一下 那C的话呢 又一个 如果你还有很多个的话 反正就无法泡制 这样的话呢 可以做出多重 那这个是上次上课 我们大概讲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我们要继续来看 除了说呢 我可以输出之外 另外还有制定函数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现在是没有了 如果插入函数 在使用者定义 里面呢 已经有了 OK 我们现在 确定之后的话呢 给他一个成绩 他会出现合格不合格 但你要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地方 怎么这个有讲到吗 有吧 OK 那所以这部分如果 假如说 有一点问题 就是还是写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稍微复习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给成绩 他会给ABCD OK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把那个上次的重点回顾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呢 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一般我输出那个多重的时候 通常我都会希望ABCD 他除了资料不一样之外 格式也要改一下 比如说字帮我改一下颜色 比如说A我希望改成蓝色 B的话呢 也许我换一个 底色帮我换个黄色 有点像这样 当然你不是叫你涂法令钢 就是一个慢慢改 改成蓝色 改成蓝色 比如说改蓝色 或者是说呢 这个字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改个底色 那这个C的话 也许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成有框线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C把它改成 红色的外框好了 类似像这样 也框一下 那D的话呢 可能改一个粗体字吧 也许ABCD都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该什么做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次上课的 这个范例先打开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针对ABCD 不同的资料给不同的样式 OK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将来如果说你要辨识某部分资料 那你就可以很快直接可以把 你要抓到的那个资料 颜色稍微做个变更 然后一会儿就会把那种资料